傳出說呢這個Intel呢要重回這個晶圓的這個代工的這個行列 可是呢有人跳出來幫我們講話了 美國媒體說台灣緊張什麼呢 台積電他竟然用宇宙中心來形容 反而是韓國的媒體說 其實是這個台積電不會受影響啊 會受到最大影響的 是我們韓國的三星啊 是這樣子嗎 現在我們就把這個結構來跟各位說一下 到底宇宙的中心是在哪邊 這個禮拜Intel擴廠擴廠是為了什麼呢 等一下一個一個來跟各位說 這個季辛格啊 可是一肚子的一個壞水 先來談一下高啟拳 高啟拳今天最近就回台灣了 他說說他正式的退休了 想一想他也是一輩子一輩子龍馬 從台積電出發 一直到整個台塑集團當中 一直到南亞科華亞科都是他建立的 然後又到中國去洗了一圈 他說他退休 退休回來之後呢 他最近說了一句話 他說什麼呢 他說你們千萬不要小看中國大陸 也不要小看日本 也不要小看美國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這一波來 他們是玩真的 那為什麼是玩真的呢 各位你去想想看 如果你的汽車晶片 你的最重要的一個產業 被別國給抓住了一個把柄 那未來 你完全要看人家臉色 那要怎麼辦呢 所以他講了這句話苦口婆心 他說除了台積電之後 五年後的台灣晶片會倒退會衰退 這到底是預言還是烏鴉嘴 我們就一一的看下去 但目前來看 美國在擴軍 日本在擴軍 中國大陸雖然之前 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花了一兆兩千億的人民幣 但習近平現在 他口袋再沒錢 晶片還是要做 他晶片還是要做 好 回到Intel Intel他這次要擴廠 擴廠花了五千七百億的台幣 那我們只能說 寄星格真聰明 怎麼說呢 為什麼真聰明呢 我把他的那個所謂的壞心 一肚子壞水 來跟各位說清楚 Intel現在在幹嘛呢 我們現在把美國的一個法規 先來跟各位說一下 拜登現在很急 他多急呢 他現在單單三個補助法規 晶圓代工法要補助250億美金 哇 大錢吧 然後呢 國防授權法要補助370億美金 這其中有四分之一要撥給晶片 也是大錢對不對 後面有個更大的 還有更大的 還有一個更大的 最近拜登他在說 他們要推一個三兆的 美國機體建設的一個補助 那機體建設補助當中 他的機體建設補助是什麼呢 公路 機場 高科技 藥品 那高科技是不是有補助 對 所以他高科技有補助 現在全世界只有三家廠 能夠去拿補助 只有三家廠那麼多錢 為什麼只有三家廠 能夠去拿補助呢 因為你太低了 他不要嘛 所以目前能夠上桌來 去跟美國說 錢錢錢錢拿來的 台灣台積電 韓國三星 再加Intel 所以為什麼Intel 這次他說 5700億Intel擴廠 擴廠太簡單了嘛 如果我今天我擴廠 我拿別人錢 我什麼好怕的 不用怕嘛 第一個補助我要拿嘛 那補助我要拿 之前文章寫得洋洋傻傻的 之前其實大家都很氣他 為什麼你知道嗎 這人拍到頂嘛 就拍到頂了 之前就把他趕走 那趕走之後換誰呢 Intel就換了一個總裁 這個總裁名字很有趣 講一次名字 大家都記得 這個叫做天鵝總裁 對 他叫Swang Swang就是天鵝 天鵝總裁之前就是把Intel 也有花一大堆錢啊 搞高階製程啊 搞了五年 做不出來啊 那你上次都做不出來 為什麼他回來就做得出來 那當然如果說他回來 台積電有一些技術給他 他又看到著三星的一個技術 可能這邊學那邊弄的 做一做有可能 但是他這地方 他可聰明了 什麼說 他說什麼呢 他說雖然我自己要擴廠 但是大家文章都沒有把它看完 六奈米的台積電 拜託你幫我做啦 我自己也做不出來 還是要求台積電 對 所以現在我說這個人 為什麼一肚子壞水 第一個補助他要不要拿 要拿嘛 台積電呢 台積電我要用 但是更可惡的是什麼呢 他現在更可惡的是 最後這一招 哪一招 畫大餅 畫大餅 對 什麼叫畫大餅呢 他就現在拍拍肩膀 他就說 你們不要看我們這樣子Intel 我們現在Intel未來 我們要進入晶圓代工這一塊 晶圓代工這一塊 哇 每年的產值太高了 為什麼產值這麼高呢 現在從過去的六百億美金 往上走走到去年是六百九十億美金 可是估計到二零二五年 這是一千億的美金 那一千億美金的話 他總不能夠看這個整晚 給台積電磨料料 那台積電到二零二五年 他能夠拿多少呢 尤其讓你財他能夠拿多少 他拿超過六成 現在六成 就六成 超過六成 所以一千億美金的一個市場 台積電一個人拿超過六成 他要不要流口水 他也流口水嘛 所以他現在就畫大餅 他就跟美國政府說 哎呀我們也不用說 所有的晶圓都給台積電做嘛 我們Intel也能夠做 那這個呢 所有看得懂的人都跟你說 你貪掉了 為什麼是頭腦燒壞 腦子為什麼真的燒壞了呢 最大的麻煩是 Intel他只會一種製程 這種製程叫X86的一個製程 那X86的製程回歸到去跟台積電比 台積電今天可怕的地方在哪邊 台積電可怕的地方在於 你們都要做 你們都想做 但是你們都不會做 那我台積電能夠做的是什麼呢 我們台積電 我們利用最好的工程師 利用最好的一個製程 把所有的一個產品做完美的一個呈現 他今天能夠做的叫包山包海 你今天ARM的系統 任何一個晶片我幫你做 你今天需要什麼產品 我特別幫你量身訂做 所以呢他是一個一個一個的量身製造 你Intel出來拍拍肩膀說 這個飯很好吃 我也要來課一千億的市場 我也要來玩你憑什麼啊 可是他現在說什麼呢 說我也要來 所以X86的不要來亂嘛 現在美國媒體有一些看一看 有些搞懂了 所以說什麼呢 美國媒體幾乎一片唱衰嘛 就說你Intel 你要來做整個晶圓代工 我直接跟你說 幾乎沒有成功的機會 為什麼幾乎沒有成功的機會 你都已經習慣吃大魚大肉了 你突然間要你回去吃青州小菜 你一樣花一樣多的錢 你會去找台積電還是找Intel 很簡單的得力嘛 但現在對全市場的人來說 最大的困擾是 基本面跟價格 基本面台積電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啊 價格有問題啊 什麼叫價格有問題呢 之前的台積電 從去年股價300多 漲到這波的高點是670嘛 670全部這波這波就盤盤盤盤下來 這波跌了大概100塊錢 欸市場這樣慌了 為什麼慌了 台積電不是很棒嗎 對台積電很棒 台積電他也像我常說他一句話嗎 說什麼啦 你會買貴不會買錯 你買貴是誰的問題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那我們來看這一波為什麼外資修正 外資這一波修正 因為外資這一波賣了50萬張 那各位去想他手中2000萬張 養了那麼久養了30年 他這個地方調節個50萬張往下走 往下走好這些人他想要調走的 換了美元把他給換走了 你在賣嗎 我就說很簡單 如果說對我想這種長期投資的人 我過去20年我手中都有台積電 你真的跌到合理的地方 我看了我會覺得很棒 可是現在很多投資人受不了 那今天有沒有跌 今天台積電沒有跌 他就開始做止跌反彈 那台積電的未來會怎麼走呢 台積電的未來價格怎麼走 我不會告訴你 但我今天看了台積電這個動作 我就感動了 怎麼說 為什麼你知道嗎 台灣不是在缺水嗎 是啊 大家都在哇哇叫啊 嚴重啊 每個人都在找水在哪邊啊 那各位你有沒有去想過 台灣什麼地方有水 台積電他現在怎麼做呢 現在在中台灣 在桃園很多地方不是都在蓋房子嗎 對 蓋房子要不要做連續幣 你要做連續幣要把裡面的水全部抽出來 這些抽出來本來的水 講句實在話過去水很多嘛 倒到水溝裡面去就丟掉了 台積電他們怎麼說呢 他們當全市場都在找水的過程當中 台積電他已經找到工地水了 目前有六家大型的一個建商就說 反正我們這些水也沒用你也是倒掉嘛對不對 你拿回去用 讓你台積電 但重點是在於 尤其這裡面的引擎實力又出來了 你一般工地挖出來的水是不是烏七媽黑了 是啊 那我台積電今天做所謂的高階支援代工 我用的水是不是最好的水 是啊 這當中所有的成本運送的成本 台積電一個人吃上來 所以我說台積電的恐怖恐怖在哪邊 台積電的恐怖是很多事情大家都還沒有想到 他已經都想好了 這個叫做台積電的社會責任跟引擎實力啊 當大家都在找水 他已經找到所謂的建商了 那我說這個這麼簡單 所有的人都知道挖地基的水要全部倒掉 那為什麼沒有人想到咧 人家台積電在做囉 台積電在做 好 那現在很多人就說了 那台積電的未來是怎麼樣呢 為什麼金融時報會說 台積電的三奈米未來是宇宙的中心 很簡單 很簡單 我們今天要做晶圓不是說 像這個偉大的季辛格一樣 偉大的季辛格 他今天就畫個大餅出來啊 隨便講一講 又要拿補助又要用台積電 然後又說要做整個所謂的晶圓代工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做用划的嘛 我先划我先贏嘛對不對 划做得對嗎 不知道 反正補助先拿嘛 所以五千七百億 怎麼蓋 不曉得過去五年他們花了七千億 高階製成做出來沒有做不出來 那現在台積電他恐怖是在於我們要比競賽對不對 你今天美國跟中國在比競賽 航空母艦看誰多嘛 戰鬥機看誰多嘛 我今天台積電跟三星在比競賽 也要看看誰的機台比較多啊 那未來三奈米的機台 因為三奈米的機台要定做 目前台積電有幾台呢 五十五台 三星幾台呢 三十台 所以三星的目前的機台比台積電要少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 三星目前在五奈米這塊的話 已經輸 慢了一點點 未來會不會追上來 不曉得 那以三奈米來說 你五奈米過不去 三奈米達不了 所以未來在三奈米的一個世代 台積電幾乎是市場唯一的三奈米了 第二個 3D封測一直結合這塊 台積電早就在思考一件事情了 我今天老是一直跟你在做晶片 這樣我就落差了啊 我要跟你做的是什麼 我高階封裝我要自己做 我一直結合我要自己做 未來晶片是站起來的 就跟現在的房子一樣 一層一層又一層堆疊上去 這個堆疊上去的技術 台積電說我要用技術 我要用專利把它給封起來 全世界的時候我會做 到時候我問你 Intel說要來拍板 三星說要來拍板 全世界都在看台積電 台積電他說 這只有我會騙 我問你 全世界的廠商要不要直接去找台積電 所以為什麼金融時報會說 台積電是未來宇宙的中心 因為他的技術遙遙領先 但是股價 股價我就沒有辦法告訴你了